拔在里边 走走走走 李队 这得多少血啊 照这个情况来看 这个人的出血量很大 一个正常人身上有多少血 一般来讲 一个人血占体重的百分之八 一个七十五公斤左右的男子 大概有六公斤左右的血 这人肯定没救 神奇吧 小警官 你说 嘘吧 我习惯 站着吧 胸卡是你发现的 对啊 是我发现的 叔 怎么发现的 昨天晚上我上厕所 都半夜了 我看见树林里边有人 叔 听着呢 我看见树林里边有人晃大 我走过去一看 好家伙 有几个人拿着打火器点火呢 我们公团说了 这儿呢 最怕火灾 木头多 风又大 所以我拎着裤子跑过去 干啥呀 医生 谁呀 他们一听着声 全吓跑了 说你的 对 最后我又去看了 但是 什么都没看见 我踩在麻袋上边 当时也没以为是什么东西 我捡一搜到卡片 到宿舍一看 是警察 把我给吓了 我还以为是 我还以为是 是 我 我把警察的事给搅了 所以 就没支撑 你踩着麻袋了 我 我踩 踩 踩着啊 那里面的人呢 没 没人啊 不可能 他们肯定是把人给埋了 没有啊 警官 我 别激动 人家这傍晚人 别吓了人家 你接着说 就这件事 我都说完了 我 警官 我怎么办 别离开工地啊 随时找你 小月 别闹了 你觉得我这是在闹吗 你觉得我这是在闹吗 我都说完了 那你没事 你快跑を 你这个事 你是不是 我都说了 你怎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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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语 小语 哭吧 反正这树林子里也没人 你索性哭出来吧 有关这奥林子里有关的 他给你不停 伤双园 在里面上 有关那边 没人 这么久 我可否想想是 我不敢想也想要 好 好 李队 麻袋怎么样了 麻袋上的戏 的确是周副队长的 甭说这个了 麻袋上能查出其他线索吗 我都查过了 像这种麻袋 在工地和工厂到处都是 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你查了这些了 这 行吧 来 我要的资料呢 我带你去看 李队 你刚才给我的那些东西 根本与案子就没什么关系 我没法查呀 老周这案子呀 虽然天宁老留在那边破着 可一点线索都没有 萧云最近情绪不太好 你就做的样子 让她心里安慰一下 我知道了 萧云这事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老周平时和我们关系都不错 可这好人怎么一下子就 行 你手里辛苦一下 我去办 行 大哥 大哥 你看你看 鞋 尝尝尝 一定是从麻袋上给粘过来的 坐一会儿吧 等换你结果 我不想坐 肖警官 你说对了 这上面的确是写 那 那就是说这块口腔糖 很可能是从 半岁现场上给粘过来的 应该是这样 赶紧查 口腔糖上有没有其他东西 要不然你们两个先回去吧 这个东西 一半会儿也出不来结果 萧云 要不咱们吃点东西去 我不饿 肖警官 你放心 这里有什么情况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走 走吧 吃东西走